請坐 請坐 不好意思 又輪到我 因為黑布克調來的 這個時候 我今天來講這個 台灣主權地位和住在建國 無色的探討 大家就是要講這幾項 這個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導航 在九月初日 麥克阿瑟 元帥發佈 一般命令疊合 蔣介石的部隊 代表盟軍來台灣受降 來把日本軍隊的武器 沒收 來帶領美軍來佔領台灣 因為那時候 丟了兩個原子彈以後 日本天皇發現如果 不趕快投降 因為美國不曉得還有多少顆原子彈 再丟下去大和民族會滅亡 所以他就趕快投降 那這個只是一個 代理的 的行為 但是在1949年底 中華民國 他國共內戰失敗 他們的難民 武裝難民 他就非法到台灣來 一般 你說像阿拉伯國家 他們打仗 有些難民 逃到隔壁的鄰國去 或者是非洲那邊 一般的難民都是沒有武裝的 大部分都是平民 只有這次他是 整個有重裝備 連軍艦都有 飛機都有 他就逃來 逃來台灣 但是 在2009年的4月7日 我們林志忠 林秘書長他跟228個人 去告美國政府 那天的高等法院的判決 他說台灣人 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之前的8月 那個3月份他就 地方法院判台灣人沒有國籍 那高等法院是判 追認這個 再判一個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現在的中華民國 那個政府 國際上沒有承認 而且台灣人民生活在 那個政治煉獄當中 那 在 那個法院工房的時候 那個 美國 國務院派出來的這個 律師 他的答辯說 台灣的主權 在協的所頌 就是沒有在美國的手上 他是這樣講 法理喔 法理主權 那代表什麼意思 台灣政治的主權的所有人 另有其人 就是 從1945年4月1日起 日本的憲法實侵在台灣 那時候就是要華民化運動 還有內地一統 就是 首先內地從台灣看 那個日本的四大島是內地 他們那邊走實施的 他們說 一起 要實施在台灣這個地區 所以叫做內地一統 結果在 4月1日起 日本 他 可以在台灣徵兵 這是一個主權的象徵 而且那時候台灣人已經有參政權 那時候台灣可以派三個參議員 五個中議員 去到日本的國會去參與 去 那時候就台灣已經變成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 當時候的遼東半島 那時候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有德國人、俄國人、法國人抗議 所以又簽了一個遼南返環協定 然後又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好 那其實蔣介石只是代理美軍來佔領台灣 這是一個國際委任的關係而已 這個 在那個究竟合約朝你之前 吉田茂跟杜勒斯國務卿他們 有一些會談的紀錄 好 那你看 為何日本東京 東京市的靖國神社裡面 還有供奉 三萬九千一百位台灣的陰寧 這些陰寧就是替日本天皇 作戰死亡了 或者有供在國家 死亡以後 就供奉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 那麼當時韓國人也有很多 供奉在這個東京的靖國神社 但是在1952年 究竟在合約生效以後 韓國人就把他們這些陰寧都請回去了 因為韓國已經獨立了 那因為台灣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們那些台灣的陰寧就繼續被供奉在日本的東京靖國神社裡面 所以台灣的真實的國際地位是日暑美戰 流氧中華民國代理而已 這是真正的台灣的目前的國際地位 好 那我們常講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 那很多人都質疑都沒有看到美軍 那我們就依照法理 還有這個跡象來探討 這些我大概列了十幾項 那你們至少要記住五項 如果有人在說台灣哪是美國的軍事佔領 你就可以拿著一些跟他提醒 好 第一個法理就是 他依照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是美國總統發佈的 正本是給日本天皇 那副本是命令蔣介石 你注意看他是用命令 就表示有位階的差 麥克阿瑟是 太平洋戰區盟軍總司令 那時候盟軍就是 中美英法蘇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那他命令蔣介石來代表盟軍 接受在日軍的投降 因為美國是日本的台灣征服者 所有來攻打台灣的通通是美國 沒有第二個國家 中華民國連一個炮彈都打不到台灣 因為那時候中國大半江山沿海的成分 通通被我們日軍佔領 所以那時候他的空軍也飛不過 飛不到台灣來 那他的船都根本沒有港口了 所以也沒有一艘船來到台灣的岸邊開炮都沒有 所以美國他是主要佔領全國他是征服者 他有權來分配盟軍 就是分配蔣介石來佔領台灣跟澎湖 還有那個北緯16度的那個印度支呢 就是北越 好 那究竟他合約的第二條B 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 那其實這個放棄只是放棄什麼 就是昨天秘書長講 我用比較淺淺的就是說 他只是放棄管轄權 主權還是在日本天皇所上 就好比你有一塊地 那麼我跟你簽諸約 好 錢也付給你了 好 那你那一塊地上面 你就放棄了地上權 我要在上面種芭樂 種芒果 種荔枝 就是我的權利了 好 這是等於說 你是放棄地上權 但是所有權狀 那個土地還是你的 沒有變更名字嘛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第二十三條A 確認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所以 那我們台灣也是日本 當初也是日本的嘛 所以我們日本主要佔領全國就是美國 美國他就有分配還有處分 這個地方要怎麼處理 然後他有那個權利 好 那麼對日合約的擬定 還有跟五十一個同盟國協商 都是那時候杜勒斯這個國務卿來主導 分配 這是美國總統他聘任杜勒斯來當國務卿 那為什麼是他出面來協商 跟五十一個同盟國一起來協商 就是因為美國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OK 好 那麼台灣關係法 是在 1979年的4月10號簽訂 然後在他追溯到1979年的1月1號 這樣才可以跟麥克阿瑟的那個命令可以連結 因為1979年1月1號是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所以一直到4月10號才定立那個台灣關係法 OK 台灣關係法它是美國的國內法 它的位階等同美國的憲法 而且它憑什麼定立它是依舊金山合約 它才有權力來定台灣關係法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英國定台灣關係法 或法國的定台灣關係法 好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第二條B之六 跟C規定 維持美國的能力 來保護台灣人民安全 以及人權與經濟制度的穩定 這是主要佔領全國的義務跟權利 因為它要來保護它所佔領的地方 不要再讓別的國家來佔領 這個維持這個經濟制度的穩定 這個也包括說好比說 如果中共來封鎖海禁 那美國就要去排除 你看1996年那時候 李登輝跟彭銘銘在選總統 那時候發生台海危機 中共發射飛彈到基隆的外海 還有高雄港外海 美國馬上就派兩艘航空母艦的戰鬥軍 來南北台灣的海域借戶 這個要花很多錢 這不是來郊遊 也不是來演出 也不是美國吃肉太贏 這是因為美國總統 依台灣關係法 他有權派兵 因為剛剛講的他要維持 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 人權還有經濟制度的穩定 因為台海危機一發生 很多訂單就不敢下到台灣來 這會影響台灣的經濟 OK 好 那個2004年的10月24日 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指出台灣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因為台灣關係法 它是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現在由台灣治理當局代理中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出現 就是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跟美國斷交 所以美國的官方系統都不能再用 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甚至也不可以跟中華民國的官員 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建議你來坐這裡 看得比較清楚 那麼 從跟美國 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以後 現在美國在講的 在管理台灣的這個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authority 其實美國他是一個常進人 台灣當局的總統 不管是梁蔣啦 李登輝啦 阿扁啦 馬英九 都要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對台灣當局說三道四 什麼都是美國說的才算 OK 你看 2000年520阿扁就職 他說的事不亦沒有 他是受了美國的操控 為什麼 全世界的總統 他要就職 他一定會講他的願景 他要怎麼做 把他的國家怎麼治理的好 他有什麼好的理想好的目標 他一定要講一些目標出來 結果就只有阿扁他一上去講 事不亦沒有 那我們這些獨派的人 都做什麼 阿扁你要做什麼 你起來只說 我這個不做那個也不做 阿通通不做 那選你出來幹嘛 好我們來看 事不亦沒有是什麼內容 第一個 不宣佈台灣獨立 第二個 兩國論不入獻 第三個 不舉行統獨公投 第四個 不變更國號 第五個 沒有廢除統一綱領 國統會的問題 你看這些講的都是 有關國家主權的問題 這不是一些講一些財經啊 商業利益 為什麼美國要逼阿扁說 你不可以宣佈台灣獨立 因為台灣還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中 那你 而且這塊土地的原主人 是日本天皇 那我現在在管理這個地方 你要把我拿去賣到哪裡去啊 所以不可以宣佈獨立 而且台灣有兩種人 一個本土台灣人 另外一個叫做外國人 包括中華民國的難民 好 李登輝講兩國論 阿扁是講一邊一國 這個兩國論不可以入獻法 還有不舉行統獨公投 因為台灣有兩種人 怎麼公投 要聽寫的 昨天秘書長有講過 還有不可以變更國話 因為台灣還是日本 是日本天皇 日本台灣 只能用這個名字 OK 好 為什麼每一次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選總統 當選以後 都要等美國的賀電 這是什麼意思 好 這個就是 正如 麥克阿扎的一般命令 這個一脈相承的這個命令 這個賀電就等於承認 可以繼續在台灣 當台灣治理當局的這個頭頭 這個就好比像說 美國麥當勞總公司 他開董事會通過一個人事案 派一個總經理 叫做蔣介石 來到台灣麥當勞分公司 來當總經理來管台灣 那他如果做不好 秘書長講了 直升機來五分鐘就把他載走 只是這個他都一直沒有做 那這個事情曾經發生過 那個菲律賓馬可市總統 他貪污腐敗 菲律賓人民起來抗暴 那個包圍坎南宮 結果美國看情形不對 怕會內戰 所以他就把馬可市用飛機 載到那個夏威夷去 他結果結果在夏威夷老死 OK 好 那4月2004年的3月20號 阿扁當選總統 那時候的藍營霸戰凱盜 有沒有 那時候 那個叫連戰 就是說阿扁窃國 那個當選無效有沒有 他藍軍 他們就在凱盜霸戰 那時候大概一個禮拜 那個賀電 美國的賀電都沒有來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在等待的那個心情 這個記憶應該很多人都還很深刻 好 那後來阿扁是透過人去跟那個AIT的那個夏威 去跟他要 要美國的白宮的賀電 好 結果夏威的回 那個白宮的回答是說 只要中選會把當阿扁的那個當選證書 貼上公告以後 半個小時內那個賀電就會到 所以那時候中選會 那個黃石城他要貼那個公告 藍營跟綠營在那邊拉拉扯扯有沒有 結果一貼上去半個小時內 真的賀電就到了 那這就是一個承 承認說你是合法的這個台灣的總經理 OK 好 現在新的內屋AIT的新館 佔地有2萬坪 大概7甲地 那花費美金1億5千萬 現在聽說已經追加到大概台幣62億 那這個追加起來就是全世界 美國駐外使館最 花最多錢的就是這裡 聽說他的地下碉堡可以防止核彈攻擊 他的租期是99年加99年 就等於說永久了 還有要進入800個陸戰隊的隊員 這根本就是一個新的總督府的架式 那其實他是一個 他所有的建材通通是美國運來的 那所有的那個內部的建設的功能 通通通從美國來的 那台灣的功能只是旁邊做那個黎巴 OK 好 那2004年的1月16號 阿伯宣布這個要舉辦防疫性公投 這個公投的內容要事先經過美國 美方公務 為什麼不給英法 或者蘇聯俄羅斯他們看 就表示他是頂頭上司嘛 我們要辦什麼事要先頂頭上司批准 OK 好 蔣介石在所有重要的慶典會議 舊子他都穿軍裝 因為他只知道他是代理美國軍政府來佔領台灣 各位有看過蔣介石穿過西裝的請擊手 我都沒有嘛 其實他是只有以前他娶 蔣宋美玲 那時候有穿西裝 那時候在中國 來到台灣我沒看過他穿西裝過 好 我們來看所有的軍事 美國軍事基地的對比 他在菲律賓有克拉克美國空軍基地 還有那個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 那琉球有加索納空軍基地 還有普天堅基地 那古巴有關達納摩灣基地 那台灣有清泉岡空軍基地 那以上 這個都是美 美國的佔領地 所設的軍事設施 這些都是美國的佔領地 菲律賓、琉球、古巴、台灣 有沒有 好 委任佔領搜尋書 在1979年之前 美國承認流亡中華民國 但是1979年的1月1號 他就跟中華民國斷交了 所以美國國會 那個 高比例的通過台灣關係法 來代替 本職為代理美國軍事佔領台灣之授權書 而且改稱台灣治理當局 就不能再稱中華民國 這中華民國就不能再用了 然後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繼續來統治台灣 管轄台灣 好 台灣有讓美軍持援 剛剛講的一個是航空母艦 1996年代 然後2009年的莫卡克風災發生 馬英九通令各自外使館 不接受外國救援 有意讓中國解放軍借機入台 是吧 但是美國他的情報單位馬上發現 馬上知道有這種事情 他馬上 就跟那個流亡中華民國說 跟那個國防部就跟台灣這邊就溝通說 你所有台灣的那個救難的問題 要跟我美國的國防部溝通 欸奇怪 一般美國要對外救援 美國有一個美國救難總署 在統籌救災的這個民間單位 那只有這一次他是說 對口單位是美國的國防部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所以對口單位才就是國防部 所以美國就派了軍機 軍艦運送救援物資來台 這個就印證了美國仁安市舊軍戰合約 23條A 台灣是 的主要軍事佔領全國是美國 那今年5月20號 那天是馬英九就職典禮 美國的軍機再次降落台灣 那時候是美國派遣擔任眾議員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叫羅斯雷霆那 他是共和黨機的 他率領了美國的國會議員來台灣 祝賀馬英九連任總統的登機大點 這裡有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事情 他就日點點是早上9點吧 可是為什麼是下午才到 這看起來很沒聲音 其實就是美國對馬英九有不滿 就是說他親共 對台灣的管理 管理還要讓台灣人這樣民不聊勝 所以他故意延遲了 到下午才到 好 好 而且剛剛講的這個 美國的 人員在311 日本核災的時候 3月18號撤僑來台灣 那時候 最先撤僑的是 中國人 然後 法國人撤僑回他們的自己的領土 那為何美國不究竟撤僑到美屬的關島 或者他們的下午一週呢 簡單來講就是台灣等於說 用這個比例不是很恰淡 但是比較容易了解 就好像是美國的51週 第51週的意思 因為 目前我們還是被美軍佔領中 所以 美軍可以自由調配說 把 美國的僑民撤到台灣來 好 好 這個剛剛看過了 好 這個 美國可以自私海關 好 這就講說 美國 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好 台灣為美國境外的國內 好 而且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國內的 他進行訂立並實施 他都沒有跟我們協商 都沒有跟我們台灣人協商 說要怎麼訂立 而且他訂好了 他就進行實施 也不用跟我們說 要協調是哪一天才來實施 沒有 那是因為 美國是佔領方 台灣是被佔領方的上下位階 軍事佔領就是又 軍事統治 以美國的意志為最高的指導原則 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不聽命令就是 可能就是被槍殺 或者被抓起來關 好 為什麼 美國能自私海關 海關是國家主權象徵 流浪政府的海關 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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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結婚 不一定擁有 那你簽了那個女朋友 他不一定會嫁給你 所以美國只是握有日暑台灣的所有權狀 可是所有權狀上面的名字還是天華 日本天華 沒有過戶 沒有過戶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中華民國都沒有 也沒有購物給我們台灣人民 好 2008年初 玉山四號政經兵推 那時候阿扁總統有邀請馬英九來參加 可是馬英九拒絕了 可是同時那時候AID的處長叫楊舒立 他跟美軍官員卻已經坐那個雲爆假車 入橫山指揮所去觀察 也可以說視察 美軍軍官 因為台灣的軍方還是歸美軍管 還有最近南太平洋的那個南海風雲 那個太平島 以前是海軍陸戰隊在駐守 而且那時候有海蟲術飛彈 但是後來因為時機太敏感 所以就撤上了 換海巡署在管轄 那最近他們又想說 要把陸戰隊重新重返那個太平島 還有要重新裝設這個海蟲術飛彈 但是被AID反對的作罷 AID它只是一個民間單位 為什麼有權力那麼大 可以阻止中華民國這個軍事的部署 這可以看到美國才是老大 還有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軍事武器 你看 這是四月份 漢官28號眼睛 你注意看這些 原來這裡都是有國徽的 通通被塗掉了 有沒有 這還依稀可見 你看這個也都塗掉了 這就是我們告美國 我們秘書長跟他說 你自己美國講了恐怖組織的三個要件 第一個不是國家 第二個有武器 第三個在當地爭兵 你看 兵拉登他不是國家嗎 兵拉登他有武器 兵拉登他號召很多人去跟隨他當兵 去做恐怖組織的活動 好 這個三個條件 那正好中華民國多負荷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有武器 而且是你美國賣給他的 而且他在我們台灣 把我們年輕人 只要20歲以上身體正常 通通抓去當兵 所以美國發現 這個問題大了 所以從去年的6月30日開始 叫中華民國的這個部隊的這些logo 通通要除掉 好 台澎金馬加入WTO 他是美國協助 以獨立關稅領域 民意加入 獨立關稅領域的意思 就是秘書長有講過 他就是軍事占領地 而且 注意喔 WTO 我們加入WTO 是美國協助 為什麼英國 法國 俄羅斯 不來協助 台澎金馬加入 而要美國呢 因為只有美國他才有權利 好 美國他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三權分立 一切依法行事 美國的總統 受國會 還有法院的監督 不敢違法 因為所有美國的憲法 還有對外簽訂的這個條約 國際條約 美國總統都要依法 依那些條約來行事 其實國際社會 從外部來看台灣 都了解台灣的真實地位 只有我們台灣人 被國民黨的育民教育 蒙在鼓裡 以上總統跡象來證明 美國一直在管轄台灣 美軍從未離開台灣 一直在占領中 很多美軍 其實他現在只是不穿軍裝 他穿得跟我們一般的服裝一樣 他在管那些重要的監睛設施 還有雷達裝備 而且美國他是有航空母艦戰鬥群 隨時可以介入 如果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他航空母艦戰鬥群馬上 在短時間就可以到台灣來 隨時可以介入 所以不一定要看到美軍 才說有美國軍事佔領 好 那我們來探討 台灣自治建國的模式 以古巴模式 他是 在1998年 西班牙戰敗以後 在12月10號 在巴黎簽了這個和約 然後和約裡面規定 放棄古巴 還有各讓菲律賓 波多利各關島 那美國協助古巴 在1902年的5月20號獨立 但是古巴比較單純 他沒有一個宗族國 沒有像我們台灣 他們還有一個日本天皇 你看台灣跟古巴比較 通通是因為合約被放棄 古巴獨立成功 台灣地位為定 古巴原來是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獨立 那我們台灣已經是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已經不是殖民地 所以台灣還是日本領土 所以不可以獨立 好那我們來看菲律賓的建國模式 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巴黎和約 西班牙把菲律賓割讓給美國了 那 菲律賓也有飛堵 就像我們台灣有台獨 的反抗軍 他遊擊戰 那就 美軍去追繳這些遊擊隊 因為菲律賓有兩三千個島嶼 你打這裡他跑到那個島 你追他就跑到另外一個島 所以美國也很煩 後來就跟他們簽訂了一個十年的自治期 然後結果在中間的時候 1941年 日軍攻獻馬里拉 麥克阿瑞跟菲律賓的總統 就一同撤退到澳洲去 結果在1945年9月2號日本通常 在1947年的7月4號 在美國的幫助之下 他獨立成功 那你注意一下他這個日期 7月4號 也是美國的國慶日 那 很挫腳 我們台灣民政務 在美國掛牌 是2010年的7月4號 也是7月4號 所以這個很有意涵 美國的動作很有意涵 而且你看 美國幫我們在2010年9月8號 在美國華盛頓DC 辦理那個掛牌酒會 那9月8號又是什麼日子 就是舊金山合約簽署的日期 這個美國做這些事情的動作 都有意涵 立陶宛的建國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就被那個蘇聯併吞了 然後在1990年3月11號 他們的民間議會 他宣佈獨立 但是這個民間議會宣佈獨立 只有幾個國家承認 所以 還沒有辦法說 讓全世界去認同他 好 但是在91年的9月6號 這一次完成獨立是因為 立陶宛的國民抵制 軍政府舉辦選舉 就像我們台灣 現在台灣的軍政府 中華民國聯邦智總 也是幫我們辦選舉 可是 那次選舉 國際不承認蘇聯統治的合法性 為什麼 因為那一次 立陶宛的人民抵制投票 投票率第一百之五十 第一百之五十 就沒有統治的合法性 所以他這個抵制選舉 然後他們又宣佈獨立 這個 他9月6號這個獨立 連蘇聯他本身都率先承認 因為他知道大勢已去 所以 美國 也就繼續承認 所以他之後就可以加入聯合國 立陶宛他這個 這是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去年就 開始 依照這個模式 就是我們抵制 參與流氓政府的選舉 因為從你到投票所 去你拿那個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去領那個票 我們就輸了 為什麼 你已經自己承認 你自己是中國人 你去參加他們的中國 中華民國的流氓總統選舉 而且在自由意志之下 在秘密的情況下 你投票 結果你看投出來 我們還輸了80萬票 雖然小英他氣勢很好 可是他利用 國民黨利用買票 用綁裝 這種各式各樣的方式 把台灣人的思想都弄亂掉了 所以你還是 再怎麼選 還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再怎麼選 他還是中華民國總統 不是台灣總統 即使我們選阿扁 我們都認為說 喔我們選 台灣人自己當總統呢 已經當家做組了 結果有做了什麼組 18年 阿扁自己講的 李登輝總統12年都做不來了 我也沒辦法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還有琉球的反反模式 好 這個琉球民政府在1952年的2月29號成立 他們也有自己的行政立法 司法都有 他一樣也是三權分立 在1948年到58年 那時候他們用B型軍票 來當作鈔票使用 一直到1958年後才用美金 那在1972年 琉球返還前 琉球的人要去日本本土 就那日本四大島 要用美國琉球民政府所合發的旅行政見 好 那我們現在也 在林秘書長的這個 爭取之下 我們有50個內閣成員 已經把那些資料都送到美國去申請了 好 好 這就是當時琉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的這個所合發的旅行政見 好 好 還有在1971年6月17日 美國跟日本簽證 琉球返還 琉球返還協定 那時候 花了多少錢 就是日本賠償3億2千萬美金給美國 才簽了這個琉球返還協定 然後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尼克森政府 就把琉球返還給日本 那是屬南洋道 可是大家注意 都沒有辦公投 以前有一些 傳說說有公投 那是沒有的 因為在美國軍政府之下 美國軍政府直接可以跟琉球 那個日本政府可以直接洽談 好 那我們台灣在67年來 在國民黨的教育下 許多台灣人都被教育成中國人 認同中國 你看如果公投自決成功 你想看看 如果我們把今年1月14號 把它當成統獨公的話 台灣人大部分是投給 那個終極統英的馬英九 那就統派成功了 變成統派的台灣 而且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用繼承論 繼承和平併吞 在這種合法 在國際上看起來是合法的 也可能的 到時候 每日 很難插手 因為這是你們台灣人自己的決定啊 這樣台灣人將 倫日 勇士的浩劫 好 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講到這裡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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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